第一天来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加入一个访谈 然后那个访谈之中就完全听不懂 善西话 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让我觉得好奇的点 或者说作为一个老师话的学生 去关注的这个节目 真的是一种切身的成功 那就是这些不见的东西 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 我觉得它不应该不见很多的乡下的东西 或是你的食品的原料 这一开始的东西根本是没有见过 我真的只能唱歌给你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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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长大后的世界还是分不起 一颗心不大的地方有许多许多灵 明天的电话里面 你看 从太高 就在安高把你走开 就在武汉把你吵架 哦 吵架 他不得能先睡着的 最后就会有些太高 预感 预感 哎呦 那心形怎么办 明天的电话里依然是我响你 也不疼 哈哈 那怎么没办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单车在经过田野你轻轻唱 睁开了双眼只剩下相片 牵手走过的街道就在眼前 经过的路人和我们那是一样 真的永远无法和你在一起 但我会以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